菲律宾在南海频繁刷存在感 在舆论场的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 我们分析了7天内社交平台的近2万条数据 在讨论菲律宾时 大家总会不约而同的提到一个词 军舰 我们第一时间拿到了这艘 非法坐摊军舰的最新细节图 研讨后发现 这艘坐摊了长达25年的军舰 正在造成更多危害 首先啊 它在海上的排污情况非常严重 甲板上放着的这个best tank 是抗腐蚀的水坟 日常被用作淋浴等供水 右侧这根绿色的管子是排灰水的 通俗讲就是洗澡洗漱用的水 里面含有洗洁剂等这些物质 能造成海水的负营养化 除了灰水 黑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厕所用水等生活的排污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船上搭建了临时居住的房子 里面搭建了卫生间 正下方刚好有一个方形的缺口 里面甩出来很多排污的管道 我们国家早就有传播水污染的排放标准 比如悬浮不得高于35毫克每升 PH限制需在6到8.5之间 含量达标后才能进行排放 他们船上的水管直接通向大海 明显没有通过任何处理 根据一般统计测算 并按照最保守的估计 海上船只每人每天制造的生活污水 大概是0.05吨 军舰上的人员长年维持在9到12人左右 长达25名不间断的排放 各类生活污水 大约可以达到5000吨 除了长期排放污水 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个船身 金属部分已经基本被腐蚀 这些金属元素包括铜 锡 铅 铅 等等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水下 军舰的水下部位 由于一直泡在海里 为了防污海底生物的附着 建造者会喷涂含有高浓度的 有害物质的防污涂料底 已经有非常充分的科学研究成果表明 随着毒素浓度的不断上升 防污涂料底的氧化铅 有机锡 铜化物等毒素 会让生物体在细胞组织和功能层面 出现显著的病变和异化 比如显微镜下正常的 鲜鱼 腮和肝的组织切变 应该是这四张图的样子 但暴露在防污涂料中96个小时以后 前两张图的鲜鱼腮上皮细胞 出现了明显的坏死和增生 后两张图的鲜鱼肝细胞 显示出了脂肪变性 炎症和冲血等症状 如果军舰是在海上移动的 这些污染浓度 也会随着海水的稀释降低 但仁爱礁中间 是一片由礁石围成的细湖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内 水长期不流动 有毒物质的浓度逐渐积累 以这艘的军舰为中心 向外扩散 会形成一个梯度的合作分布 历史上波罗的海 就曾因船只涂料 造成铜元素梯度化漫延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 这片海域不同地点的 临界铜释放率数值并不相同 释放率越高 代表该地点的金属元素浓度越高 湖中海域的金属锈石污染 正从中心点向外扩散 一旦海水被污染 首先会影响到 藻类和鱼虾等等水生物植物 而因为食物链的影响 有毒元素会进入 更高级别的高等水生物体内 最终可能进入人类的生活圈 污染海水 伤害水生生物 危及人类健康 非方还打算让这艘 非法坐摊的军舰 做到核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